各位爷,请了,我是懂那么一点点收藏的杜琴啊,和您一起,闲得慌 这是一档欢快却不失严谨,深入却又略带风情的收藏故事类节目 感谢各位爷的捧场 今儿个的话题呢,比较轻松 杜琴呢,想和您聊聊,我之前去国博的时候 碰见的一件争议藏品和之后的一些思考 话说前两天呢,北京下了场萌萌小雨 春天的味道啊,特别浓 我闲得无聊,又去了一趟国家博物馆 信不咸游,您瞅瞅,这雨幕下的长安街 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话说咱们进了国博 一开始呢,我想着去看看岳壤 这到了岳壤跟前呢,光见着外面的人造水晶壳子 却看不见里面的细节啊,算是看了个季步 不过啊,咱们也算是看了看返回仓外壳等等展出 有一种大锅崛起,鱼有熔烟的参与感,特别不错啊 之后呢,本着贼不走空的想法啊 咱们就拾接而上,又去看了看古代铜镜展 您别说,还真让我赶上了策展人,带上老教授给一群美术专业的学生讲课,又转着了 我往前一看,吓一跳啊 这两位讲师讲过的镜子,竟然是一件存疑品 赝品的几率啊,确实极高啊 我呢,就又给身边的收藏镜子的老藏家们发图讨论了讨论 一致结论是,这面镜子大概率是存疑的 我先不说话,您猜猜,我拍的这三面镜子,哪面是存疑的呢 从下往上数,您跟我说,第几面是存疑的 不知道您猜对了没有啊 存疑镜啊,就是第二面,中间这面双鱼镜啊 首先呢,咱们先对双鱼镜做个简单的介绍啊 话说在白山黑水之地有一民族名曰女真族 他们在惠宁建国号为大金 西灭辽国,南灭北宋 当真是驰骋江场,锁橡皮泥啊 女真族自古便过着渔猎,农耕,并举的生活 家住松花江边上的他们 一直把鲤鱼视为上天的恩赐 当他们以武力夺得政权 获得了来自辽宋的工匠以及生产人才的时候 对于文士的崇拜及儒家文化的阴阳两极观念 再加上铜器铸铸造技术,三者之间产生了碰撞 于是便产生了咱们目前所见的这面双鱼镜 其次呢,咱们来说说 这面镜子呀,到底假在哪 首先呢,咱们再来敲敲黑板啊 复习一下咱们的全生命周期鉴定法 匠人呢,先雕刻模具 工人接着铸造,然后打磨 紧接着就是在市面上流通了 再来就是随着主人入图 最后才会流转到我们手里 我们呢,也是根据这些环节留下的细节 来进行古董的鉴定 想了解更多的小伙伴们 可以看看咱们之前的一些视频啊 好,那咱们呢,书归正传,言归正题 这面镜子呀,其实一共只有两点破绽 第一点破绽呢,在于它的文饰 第二点破绽呢,在于它的铸造痕迹 咱们呢,来听我徐徐道来 文饰对应的是镜子生命周期中的模范雕刻环节 当我们对双鱼镜的在侧出土文物文饰 做出总结的时候啊,可以发现 双鱼镜呢,一共有十一种变形 咱们今儿个见到的属于第一种变形 也是最经典的双鲤鱼文型中的 莲花圈式大双鱼镜 这个文饰的特点 一,是介于高幅雕和浅幅雕之间的 一个立体雕刻手法 二,是鲤鱼头部有如意纹形状的鱼鳃 三,是鱼眼后面有一个小洞表示鱼的耳朵 我们来反观一下这面存衣品 咱们可以做找不同的这个训练啊 一呢,咱们可以发现 是,纹饰是浅浮雕和线雕工艺的结合 不符合雕刻手法的特征 鱼眼呆滞无力 水波纹好似平行线 分布均匀 二呢,是鲤鱼脸颊下面 是弯月状的一个凹陷 完全没有具有的那种 时代特征 如意纹的那种鱼鳃啊 完全没有 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铸造痕迹 铜镜由于是铸造而后 打磨生产而出的 所以镜子扭周围会形成气口 而且呢,镜圆周围会有轻微的打磨痕迹 咱们来看看纯一品啊 它是没有丝毫的铸造痕迹啊 而且呢,海浪中局部还带有很危险的凸起 这种凸起啊 我们往往称之为主流 有的时候呢,是翻沙而出的 而非,泥泛铸造而成的 综上所述啊 刚才那面双鱼铜镜呢 首先,它文式缺乏必要的年代特征 而且比较呆板,无力 雕刻手法又不常见 第二呢,它的铸造痕迹又不是很明显 所以咱们可以认定它是一件存衣品 这时候啊,咱们可能就有一问题 说,哎,博物馆里头还能有假货吗 哎,您还真别说 咱们看一下下面这条新闻啊 说2019年的时候 重庆大学赤资670万建了一博物馆 为的是展出某无姓教授的珍贵文物 后来啊,大家进去一看 嘿,竟然没发现一件真品 咱们能看见啊 一个秦汉的铜器用了现代的电镀工艺 还能看见唐代的陶俑上了一千多年以后才会出现的 杨岚啊,这种严婶 一个国内一流高校的美术系教授 博物馆副馆长 他捐的东西没有一件真货不说 捐献之前邀请诸多专家啊 竟然都说是真品 您想想,这事是不是深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咱们把文物收藏当做一个整体的产业来看待的话 那么产业的上游政策层面其实是不利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国家明令禁止任何带有出土痕迹的文物在市面上流通 除非说您能证明说 您这个文物,它是49年以前发掘出来的 在您手里头或者在别人家里头传承有序 这么一状态 否则对不起您啊 这东西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尤其是针对青铜器 除非说一些小的,比如说铜钱啊 还有机制币啊 还有像铜镜啊 这种小型的青铜器 或者瓷器啊 书画啊 这种几乎不但出土痕迹的文物 这些呢,是可以在市面上流通的 而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 事实性的鉴定标准 以及价格体系 而像博物馆级的文物啊 市场上基本不存在明晰的鉴定标准 他们的鉴定话语权 被评级公司和拍卖会之类的市场派 以及博物馆高校的学术派 两派所把持 形成了事实鉴定标准 好好的文物收藏 被搞成了派系斗争 咱们下游的消费者呢 和上述两派之间啊 会形成一个信息差 而这个信息差呢 又会导致很多的国宝帮产生了 他们觉得自己从书上 电影上 还有所谓的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 就是真理 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真理 去敲开财富的大门了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产业是畸形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信息差 作为一条在大海里的鱼 我们想跳上水面 看清外面的景色 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讲 作为参观者 我们能做些什么 第一啊 我们应该去选择国博呀 省博啊 这种级别的大型博物馆 因为他们的整体的人员结构 还有产品构成 都是比较权威的 第二点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 策展人想要给我们展示的历史脉络 而不是那些个别的文物本身 第三点呢 如果说我们就想看文物本身的话 那么建议看一些 有出土记录的文物 而不是看一些 征集来的呀 或者被动 受捐来的呀 文物 因为在您没有相应的 鉴别基础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认错了 东西 本期视频呢 到此也就结束了 以后呢 咱们会专门出一期 关于双鱼同镜的视频 给大家讲一讲 背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啊 还有就是 到底有哪些 双鱼题材的文式精华 猪比鱼 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啊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杜琪儿 非常感谢啊 咱们朋友们在上一期视频里 给杜琪儿的点赞和评论 杜琪儿都看到了 由衷的感谢 那行 各位爷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期再见了